整體來看的話這張絲襪的線分布是蠻均勻 而且非常的透膚 摸起來也非常的好摸 我覺得算蠻好穿的 然後它也是 它這條絲襪也是有做那種安全褲的部分 到腿跟的地方 特別 然後它的這個是還有縮小腹的功能 就是它是很高的 喔 要嗎 好 嗨 大家好 我是妮如 今天終於在強烈的要求下 我終於要拍絲襪的系列了 耶 然後在拍之前呢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的攝影師是天 嗨 哈囉 大家可以叫她茵茵 但我都叫她甜 因為她什麼都什麼叫 已經不重要了 反正之後一定都會跟你一起叫甜啦 不會啦 不會叫凝凝啦 這個甜呢 是我的新員工 耶 今天是她第一次幫我 應該應該是正式拍的第一部戲的片 正式自己拍的第一部 越野側我也有拍一些畫面 對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甜 你準備的第一個企劃如何 標題大家應該已經看到了 就是便利商店的絲襪系列 那我現在腿上穿這條呢 並不是便利商店 是淘寶的贈品 但 欸 異常的好穿 而且很好看耶 而且其實她沒有到很會被勾 只有剛剛把這邊 我的指甲雖然勾到 她的透膚程度也蠻剛好 對啊 還蠻不錯的 然後這個是我 三月的頻道會員的那個絲襪 大家可以去訂閱一下會員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照片 好 第一個 我們這次準備了 突然變矮 我們這次準備了很多很多的絲襪 等我先換一下華櫃絲襪看看 全家可以買到的華櫃絲襪357 它是三點強化的 意思就是說 它的腳 懷小腿大腿之間 它可能會有不同的壓力 讓你的腿的形狀更好看 我自己是因為腿比較細 所以我是沒有感受到 有什麼太多的這個不一樣 但是整體來看的話 這張絲襪的這個線分布是蠻均勻 而且非常的透膚 摸起來也非常的好摸 我覺得算蠻好穿的 欸還行耶 還行 我指甲這邊是尖尖的 這樣刮下去還行耶 有一點線條出來 有點痕跡 但沒有說一下就爆 你過來啦 養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幫忙賺錢 快點 指甲伸出來 喔 有嗎 喔 在幹嘛 它的指甲反而還好耶 對啊 還是它指甲太短 真的是蠻耐刮的 你看 喔有了有了 有一點 對 它指甲長這樣 幹嘛 你給你咬我 嗯 你給你咬我 啊 我也是吐吐 我也是吐吐 咬我就是我也是吐吐 嗯 OK 便利商店的 NONO 透膚美肌 輕壓力絲襪要85塊 之前呢 在寶雅有買過 我覺得其實蠻失望 第一個 透膚感沒有很好 再來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它的分布的那個線沒有很均勻 所以不管遠看近看都會看到一絲絲痕的痕跡 個人是非常的不推薦 因為我覺得絲襪呢就是要有透膚感然後非常的均勻才行 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個一條一條呢 是本身的 做工 做工不好嗎 這感覺是做工文器 對啊 但是摸起來是好摸的 那我猜應該是蠻防刮的 欸 好像真的很防 很防刮 非常的防刮 但是就是沒有那麼的好看 對啊 它那個一條一條 橫的紋路太多 對 我不會去推薦 整體看起來是這個樣子的 然後它也是 它這條絲襪也是有做那種安全褲的部分 嗯 到腿跟的地方比較深 然後它的這個是還有說 小腹的功能就是它是很高的 對 它可以穿到肚臍上 所以比較肉肉的女孩子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考慮一下 對 好 一樣可以在OK超商買到的 第八雷 耐穿不易斷裂 彈性絲襪 75塊一雙 這個第八雷呢 我之前好像也是在保友有買過 非常非常的好穿 而且一樣非常透膚非常均勻的 摸起來是真的超級超級好摸 這是我曾經的愛用絲襪的品牌 我看只有這一雙 你一直在摸自己的腿 這個很好摸 但是滑跪絲襪也很讚 然後其實滑跪絲襪會比較 它有點反光亮亮的 然後這比較沒有反光 是插在這邊 然後 一樣測試 我的指甲刮 還行耶 可以耶 還行耶 然後 沒關係 喔 真的蠻反刮的耶 而且它感覺 你連剛剛真的勾到了 它也看起來沒有破掉 就是一點點小洞洞而已 真的不錯 讚 那這個穿起來 會有那種 跟剛剛一樣 有點壓縮的感覺 好像沒有 它就沒有做壓縮的感覺 它就是 一般穿起來很普通的絲襪 但是真的蠻舒服的 但它安全褲的部分比較透 有跟沒有差不多 對啊 長這樣子 就是一個淺淺的顏色這樣 對 那我個人喜歡全透的 就是我不喜歡有安全褲的存在 因為我裙子和褲子穿很短 下一片 在Fan Evan可以買到的 華櫃8D清透雙T全透明絲襪 它跟前一個比起來 是更透明 然後 比較 一點點的不耐刮 然後一樣呢 是亮面的材質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好穿 然後很漂亮 可是如果真的要我選的話 我應該會選另外一款的華櫃絲襪 但我覺得它沒有那麼防刮 因為你看它已經出現了這個 喔 有點小痕跡 對 然後指甲刮刮看 欸 看起來它已經破掉了 對啊 對 它其實比較不防刮 這隻貓真的很辛苦 沒辦法 它罐罐吃的比我的飯都還要好 其實還行耶 還是單純它的爪子不夠力啊 感覺你的指甲刮一刮就有痕跡 它的刮好多次 對 有一點點 沒有那麼防刮 但還行啊 你幹嘛 嗯 但是我給它蠻高的分數 我自己蠻喜歡穿起來的質感 蠻舒服的 在V11可以買到第二種 華櫃彈性絲襪 黑兩入 69元 這是華櫃絲襪最便宜的一款絲襪 69元就有兩雙 等於一雙差不多35塊 我個人認為這個性價比是最高的 雖然可能沒有那麼多的功能性 但是 我認為 這個可以入 以前的絲襪好不耐刮 現在好像比較反刮 因為我覺得有差 就是像你腳的部分 彎起來的時候有沒有那些一條一條的 就是摺疊到的痕跡 我記得剛剛有些沒有 這個算比較不反刮啦 你看 它會勾出一些線條 它超便宜耶 對啊 但是我覺得已經算不錯了 還可以 然後 再配上貓咪 喔咻 肉爪子 肉爪子 其實還行 幹嘛 嗯 超好揉捏小貓咪 揉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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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捲 揉捲 揉捏 揉捉捲 揉捲 揉捲 那边有没有奇迹录片 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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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目前台湾的几家便利商店卖的丝袜 那这一次呢加码 我去了日本一趟嘛最近 然后我的摄影师嘉宁就有跟我说 日本的丝袜一定要买 她说日本女生好像都直接在便利商店买丝袜 说每一双都很好穿 所以我这次买了丝袜 我们来试试看 日本能买到的超商丝袜 它上面写Pro加加级美腿酷袜 嗯感觉真的是酷袜的材质 看起来也是小小一条然后非常的黑 穿起来的话颜色分布不太均匀 就大腿那边会比较浅色 像膝盖那边比较细的地方就会比较深色 我个人是不是很喜欢这样子感觉 因为穿起来不是那么的好看 但是很好摸 然后非常非常的耐刮 所以个人建议可以入肤丝款 今天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目前看到最渐层的 对啊好渐层 超级渐层 我个人比较喜欢蠻会吃的 然后这边真的是 前面真的有点怪怪 你刚刚手指头戳到的地方 像这种地方 就会有一点一点 对啊 感觉这个黑色的没有特别好看 或是穿的时候要比较小心 因为像膝盖凸出来的地方也是白白的一款 那今天穿下来这么多的丝袜 我觉得就两个牌子我自己特别喜欢 第一个就是 华贵丝袜 基本上它每一款我都觉得很棒 很错 然后第二款是第八雷 因为真的非常的舒服 而且穿起来也很棒 然后也都是还蛮耐刮的 啊 日本的丝袜还蛮保存的啦 因为我们今天是黑丝嘛 所以如果以后有机会呢 再看看肤是怎么样 但是肤是我自己个人 没有什么研究 所以如果大家有 你不要了解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区 告诉我 就是哪一个牌子比较好 然后我们就来去测试一下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留言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之中 Ig按照我粉丝专页 并且加入频道会员 上一个频道会员可以看到更多的黑丝喔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